各位,胡理終於露出尾巴,記得當拜登說美國願意在加薩地帶去港口,給個理由說可以運作救濟物品進去。 現在終於以色列總理就透露他準備用美國人做港口,來將加薩人民送出去離開加薩地帶,把巴勒斯坦人趕走。 從頭到尾他從來都沒有想過在加薩地帶上會還有巴勒斯坦人在。 殺不完之後只剩下他們趕出境,趕出境後就不理會了,所以需要有一個地方。 由頭到尾這個港口是沒有意思的,根本一直以來只要在陸地上的接口不封閉的話, 根本數以敦計的救回物資可以隨時進入加薩地帶。 即是說加薩地帶不夠物資完全是人為的,是以色列人特意造成的。 而現在這個所謂的港口是完全沒有需要的。 而且我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,這個港口仍然需要由這個港口經過陸地輸送去給其他地方的人民。 所以由頭到尾這個港口只是用來給救回物資輸入是一個借口。 實際上的原意就是將加薩地帶裏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趕走。 現在這個胡里美巴拿出來了。 因為有一次以色列安全會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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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